刚才看到第一线的防疫人员 相关部门的一级主管也都是全力抗疫 造成了现在台湾的防疫工作受到了全球赞扬 声量最高的卫福部长陈时中之外 为了组成口罩国家队提升产能的经济部长沈荣金 也被财经专家谢金河大赞 在防疫期间为台湾努力奔走是难得一见的好官 连蔡总统都赞不绝口 自从台湾为了疫情实施口罩实名制 药局门口动不动就出现排队人潮 为此政府增设口罩生产线 开放网购通路揭绝口罩之乱 希望让民众很有感 口罩供需逐渐回稳 因为在抗疫过程中 除了声浪最高的卫福部长陈时中之外 财经专家谢金河在脸书大赞经济部长沈荣金 帽足一声力量以快速部队的作战方式 成立口罩国家队 连小英总统都赞不绝口 大赞沈荣金是2.0版经济部长更是难见的好官 说这个人物这么大 没来帮部长才可以 三天的假日里面也是一样 我每天都来这酒 酒到晚上10点多了 我的上班我派副局长 每天都来这酒 台湾政府防疫措施 从物资到策略 对备受外界认可 至于民生用品的供需问题 就看接下来如何应战 借微山小人生台北采访报导